第48题,国际上黄金交易是以盎司为质量单位,以美元为计价货币,某日黄信用它存了多年的压税前,花费新台币78,690元,买了一块质量为2盎司的黄金条款,参考右表资讯,请问他大约买了多少适量的黄金原子,那么题目的答案给的是原子或木耳,那我们晓得所谓的木耳的计算方式是要以质量,质量必须攻克, 为单位,除以他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,那么现在我买了两盎司,题目告诉我说一盎司是31.01035克,所以我就总共买了2乘以31.01035克的黄金,那么要如果要算木耳,那就必须要除以原子量197,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木耳,那么就是这么多的木耳,我们不需要这个6乘以23次方,那么但是如果送我多少, 的话,一木耳是6乘以23次方,所以这么多木耳,就要再乘以6乘以23次方,才是多少个,就是这个选项的答案,还要乘以6乘以23次方,才是多少个,因此,我们第18题问我们说,请问他大约买了多少数量的黄金原子,我们答案选的是C, 2乘以31.035除以197乘以6乘以10,23次方个,金原子